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车重新起步 车厢内正在看着窗外出神的周刊记者田中突然听到一阵喊声 回过神发现身边站着一位老人 刚上车的西庄男一脸严厉的示意他起身让座 田中看了西庄男一眼 一言不发的起身 在老人的道谢声中迈着一瘸一拐的步伐移向车门 下台阶时重重的摔了一跤 看起来是一个腿脚不方便的残障人士 刚才的西庄男不自然的撇开眼光 却没有道歉 很快田中就到站了 他一拳一拐的下车 走了几步后 又如履平地般恢复了健康 原来刚刚不过是田中为了报复西庄男做的表演 田中来到警察局 他的妹妹光子因为虐待自己的女儿被捕入狱 很快探视就结束了 田中和律师一起走出警察局 律师告诉他 光子女儿的情况不容乐观 现在为止还没醒过来 光子很有可能会被起诉 律师接着给田中出谋划策 告诉他 如今想要帮助光子摆脱责任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光子接受精神鉴定 也许会有一些转机 第二天 田中来到工作的杂志社上班 他向主编申请调查一年前的三口之家灭门案 主编虽然觉得这种新闻没有价值 但是他知道最近田中家的糟心事 为了让田中缓解心理压力就随他去了 一年前 一个三口之家在家中被人杀害 案发现场一片混乱 男主人大盐仔身中树刀死在客厅 妻子绿茶抱着女儿死在卧室 凶手手法残忍 却不留一丝痕迹 所以至今警察也没有找到凶手 再过一个月 刚好就是案件发生整一年 田中决定从死者的朋友入手 整理出这桩灭门惨案全新的新闻报道 田中首先约见了大盐仔的同僚进行访谈 同僚领田中到了附近的一家居酒屋 大盐仔生前常和他来这里消遣 有一次在一次银行会上 大盐仔勾搭上一个漂亮后备酒窝女 两人一拍即合 在公司和同僚聊天时 大盐仔对同僚说自己就是玩玩而已 自己并不喜欢认识第一天就上床的女人 但是对方却纠缠不放 为了帮助大盐仔摆脱掉酒窝女 同僚挺身而出 在酒吧偶遇被大盐仔放鸽子后沮丧的酒窝女 并扮演成一个被女人玩弄的心碎男人 让酒窝女对他产生同病相怜的好感 两人很快就发生了关系 酒窝女对大盐仔的感情转移到了同僚身上 同僚很快就对这段感情感到厌烦 便假装发现了酒窝女与大盐仔的关系 反过来指责酒窝女 让他与大盐仔之间的兄弟关系变得怪异 假装沉重地表示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甩掉酒窝女后 大盐仔和同僚也是在这家居酒屋并肩而坐 两个男人你一眼我一语的叹息 两人间的沉默在热闹的背景中持续的几秒 紧接着爆发出默契的大笑 原来这两人心中没有丝毫的罪恶感 即使这样同僚还是会在田中面前怀念大盐仔 说他不明白大盐仔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灭门 不过这次谈话并没有挖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酒窝女不会是凶手 如果她想报复 首要对象就是同僚 大盐仔这里没有什么线索 田中又找到了一个咖啡店女老板 她是大盐仔妻子绿茶的大学同学 在谈话中 咖啡店女老板告诉田中 她和绿茶的母校文映大学 作为日本首须一指的名校 学校社会中存在着两种阶级 外部生和内部生 内部生是从附属高中直接升入大学 他们家境优越 拥有令人艳羡的一切 而外部生则都是通过努力考进文映大学 家境平凡 永远无法触碰到内部生的世界 但是外部生中也有人实现阶级跨越 那个人就是妻子绿茶 和咖啡店女老板一样 她原本也属于外部生中的一员 但是绿茶凭借美貌和高超的社交手段 成功打入内部生群体 成为万人艳羡讨好的对象 女老板之所以能够接触到绿茶的朋友圈 是因为她的英语很好 所以绿茶才主动接近了女老板 她邀请了女老板和自己一起去聚餐 但是女老板没想到会在内部生的聚会上 遇到自己的大学男友阿强 但是女老板主动隐藏了他们的关系 还因为男友阿强和绿茶说话而知错 因此女老板在聚会上怼了绿茶 但是却被绿茶轻松解开了尴尬的局面 女老板的举动反而让阿强对绿茶好感 对比强硬偏执的女老板 总是耐心聆听别人说话的绿茶 更能把握男人的心 所以随着阿强和绿茶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 她已经别恋了 女老板觉得绿茶是嫉妒自己 才撬了自己男朋友 但是在田中和阿强的采访中 阿强说事实不是女老板说的那样 很多女生都嫉妒绿茶的完美 女老板也一样 在阿强从女老板劈腿到绿茶后 女老板不仅来到阿强工作的地方大闹一场 还跑到绿茶的聚会上打了她一巴掌 但是绿茶还是那个能够完美的绿茶 她回了女老板一巴掌 转头又微笑着与人攀谈起来 女老板表示 像绿茶这样有心气的女人 结仇的人肯定不止女老板一个 被人杀死也在意料之中 田中把这几天的调查整理成文章 然后刊登上报 但是大众的目光却被明星的绯闻吸引 晚上田中在办公室加班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说大闫仔与报道中完全不符 而且他知道杀死大闫仔的人究竟是谁 田中敢去偏僻的乡下 见到了打电话的女人 她曾经是有钱人家的千金 后来因为公司破产就搬到了乡下 傅家女和大闫仔是大学社团认识的 大闫仔在大学期间是个花花公子 她流连花丛 与数个女生纠缠不清 毕业前夕 大闫仔为了找工作的事情 找到了当时还有钱有势的傅家女 求她将自己推荐给她的社长父亲疏通人脉 傅家女曾经因为喜欢大闫仔 还做过她的情人 此时重逢不免燃起复仇之心 傅家女答应帮忙 但是条件是让大闫仔做自己的备胎 伟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大闫仔 高兴的答应了 但是大闫仔还瞒着傅家女 交往了另一家社长的千金 傅家女敏锐的发现了另一个女人的存在 气急败坏的傅家女找到女生摊牌 又叫来大闫仔试图揭穿她的谎言 但是谁知大闫仔干脆对这一切供认不讳 还对找工作的重要性侃侃而谈 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为了创造自己以后美好的将来 她会不择手段 女生崩溃的跑走了 但是讽刺的是 大闫仔并没有进她走后门面试的那家公司 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进了另外一家公司 田中问傅家女 凶手是不是那个女生 傅家女否认了 他没有说出凶手是谁 只是说凶手下手的时候应该是发现了 自己只是个容器却始终无法被填满 所以才崩溃杀人 几天后 田中在律师的建议下 给光子找了一位心理医生 律师找到田中 想要了解光子的童年 如果光子能够被判定因为童年创伤 而患有精神疾病的话 他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田中也在律师的追问下 回忆起了往事 兄妹俩的母亲很小的时候就生下了他们 母亲还小 不会照料孩子 父亲经常殴打田中 还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侵犯光子 直到田中高中对懵懂姓氏了解后 才知道父亲原来在对妹妹做那样的事 于是他殴打了父亲 解救了光子 父亲大晚就离开了家 再也没有回来 隔天听说了此事的母亲 却在指责光子说是他勾引父亲 父母不久之后就离婚了 母亲也离开了他们 改嫁他人 兄妹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律师惊讶于兄妹俩的遭遇 随后又问田中 知不知道光子孩子的生父是谁 田中说自己不知道 光子从来不提 随后 咖啡店女老板打电话给田中 说自己想起来 有一个被绿茶毁了一生的人 于是田中去往了咖啡店 中断了与律师的谈话 女老板告诉田中 他们同届中 有一个女孩得到了绿茶的主动关注 她带领了这个没钱没事的女孩 进入了光怪陆离的内部生世界 这个女孩的名字是光子 童年的不幸 光子一心想要摆脱黑暗沼泽般的生活 她把大学当作了 实现自己幸福未来的跳板 所以奋力考进了文英大学 机缘巧合之下 光子结识了绿茶 绿茶察觉到了圈内的富二代 对美貌的光子感兴趣 就像对女老板一样 邀请她去内部生的聚会 相较于强势的女老板 光子更软弱 也更具有往上爬的野心 在明知那些富家子弟不可能对光子认真的情况下 绿茶把光子介绍给一个又一个花花公子 就这样 光子沉沦在了这个圈子里 光子原本满心期待着能有一个人拉他一把 但是这些人只是把光子当成一个工具 玩坏了就丢 光子就像掉进了一个黑暗的沼泽 根本逃不出 后来慢慢的大学里再没有了光子的消息 也没有人再见过光子 直到最近女老板听说光子因为虐待儿童被逮捕 女老板说光子家世平凡 那些公子哥根本不会对他认真 但是光子很有野心 已经到了没有节操的地步 但是最后却落此结局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杀死绿茶 那么光子是最有可能的 听到女老板这样说自己的妹妹 喝完了杯中的最后一杯酒 用鼻子发出了讽刺的笑声 女老板有些窘迫 以为田中是出于无聊 却没有意识到 他口中没有节操的可怜光子 和眼前的男人一样姓田中 田中在女老板起身 去给田中倒酒的时候 从背后袭击了女老板 一击倒地后 田中一遍又一遍地击打女老板的头部 她的身上满是鲜血 随后田中走到桌子前 拿出了一个小包 把一个烟蒂倒入了桌上的烟灰缸里 那个烟蒂是当初他采访女老板前男友阿强时 对方抽胜下的 就这样阿强成为了田中的替死鬼 几天之后果然爆出 阿强疑似杀害咖啡店女老板 被警察带走调查 还疑似与三口之家灭门案有关 灭门案又一次得到了大众的关注 与此同时 光子在心理医生的诊疗室 说出了自己杀死绿茶一家的事 他说自己只是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和自己最爱的人 生下一个可爱的宝宝 但是他生下孩子后 却发现孩子根本不会笑 自己想抱孩子却根本动不了 在一次逛商场的时候 光子遇到了绿茶和他的孩子 一直很羡慕绿茶的光子 想要和绿茶打个招呼 但绿茶却忽视了他 光子尾随绿茶一路回到了家 看见绿茶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 光子明白了 自己永远也不可能 拥有绿茶那样的幸福人生 光子心里彻底崩溃 他从绿茶家厨房后门进入 拿到菜刀 捅了大眼仔六刀 刀进入肋骨的时候 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捅到心脏的那一刀 流下了很多的血 他紧接着又来到二楼 捅死了绿茶和他女儿 说到这里心理医生突然开门走进来 他刚刚接了个电话 这会儿才回来 原来刚刚光子说的自己杀人的经历 都是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电话是律师打给心理医生的 因为光子孩子刚刚在医院过世了 律师同时也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田中 听到消息的光子突然大笑起来 一直为光子奔走的律师 找到了光子的母亲 他指责这位母亲的不负责任 但是光子母亲说 自己只是不想毁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光子来寻求自己帮忙把孩子秘密生下来 他也帮了光子也没什么可以做的 律师疑惑的问光子母亲 为什么会让他生下被亲生父亲性侵 而怀上的孩子 这下轮到光子母亲疑惑了 他看着律师说 原来你不知道真相啊 这边田中又去探望了光子 光子说因为从小看到父亲殴打哥哥 所以他从不对孩子下手 田中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光子凝视着田中 他很感激哥哥对自己的抚养 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哥哥了 然后他突然说了声对不起 隔着玻璃抚摸田中的脸颊 影片是一个开放式结局 并没有点明灭门案真正的凶手是谁 光子孩子的父亲是谁 光子在诊疗时植树杀人的过程 对于在一楼杀死大盐仔的时候 描述的非常清楚 甚至记得刀刺入身体的声音 而对于在二楼杀死绿茶母女 却只有很简单的过程 要么是一楼的大盐仔是光子杀死的 而二楼的绿茶母女却是另外一人上楼杀死 光子根本没有上二楼 才说的那么磕磕绊绊 还有那个在浴室洗去身上血迹的身影 从生理特征来看是个男性 而光子在诊疗时那番杀人字述看似疯癫 差点把杀人的事说漏了嘴 但是光子是早就知道医生出门打电话的 他只是趁这个机会再练习口供 如果有一天事情暴露 就一个人把罪责全部扛下来 光子在监狱对田中说的那句对不起 看似是对于自己入狱的事情麻烦了哥哥 实则是在愧疚把哥哥拖进了杀人案 他在进入绿茶家后拿刀捅死了大盐仔 清醒过来后因为心理障碍 对绿茶的孩子下不了手 打电话向田中求助 田中赶来现场后上二楼杀死了绿茶母女 在浴室清洗身上的血迹 也正是因为田中的介入 所以现场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警察也一直没有查到线索 一年后田中以一周年报道的名义 重新启动调查 表面上是搞个大新闻 实则是进一步帮助妹妹排除嫌疑 所以在咖啡店女老板猜出光子后 田中才会下手把他杀掉 而关于光子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电影里面有过暗示 从光子母亲说律师原来不知道真相 镜头转到田中在监狱中 看望妹妹的身影 加上光子说他的愿望是和最爱的人生一个孩子 而在监狱中光子说 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哥哥 答案早已明了 电影中从小遭受家庭暴力的田中和光子兄妹 好像一开始就低人一等 于是为了保护妹妹而反击的男孩 为了获得幸福而努力奋斗的女孩 全都走上了岔路 于是有人学着相互勾连 以恶制恶 以恶传恶 鱼形接着鱼形 就像影片开头和结尾 田中分别不情愿和很主动的给别人让了座 车窗外一个是白日冷光 一个是天色见黑 好像一切都有了变化 接着镜头漫移 车上众生百态依旧 似乎这个社会还没变 还在继续着渔行 好了本期到此结束 我是老狗 下期见